我們要慢慢的來 你威脅紅車 你會找天啊 因為火車出軌 導致人員受困在火車內 鐵路局人員趕緊協助疏散 並由醫護人員幫傷患 進行包紮急救 也出動救護車協助送往醫院 逼真的場面 其實是鐵路局 進行的演習現場 救命啊 車長我受傷了 請快救救我吧 先生你哪裡不舒服 你要怕 我們已經通報119 救護車很快就會來了 這場出軌事故是鐵路局 為了提升災害搶救的效率 12號下午在大甲公務用鐵道 模擬因好雨不斷造成鐵軌崩塌 導致行精的火車車廂不幸出軌 包含一消極救護等單位 一共出動上百人前來進行搶救 88噸救星跳車 已經加過我們的出軌車 步步完成 好有過 東西陣線路基掏空 司機員發現異狀緊急剎車不急 造成客車出軌起火燃燒 路線損壞 鋼軌斷裂及耗製設備損壞 車上旅客30餘人受困於事故現場 並造成旅客兩人重傷 14人輕傷 列車無法繼續行駛 請求救援 台鐵也提到 因為訊息僵致 因此透過這樣的演習 使各區狹屬單位成員 養成居安食尾的意識 當災害發生時 就能快速處理 讓列車運行恢復順暢 將災害降到最低 記者 歡迎台東台語報導 被進旋 在 な 旨